字幕提供 最新又传出有新兵夜间训练 突然昏倒身亡的消息 是不是有过度操练的状况 现在警方也介入调查 瞄准目标实弹操演 南韩陆军纪律严谨 专注训练 却惊爆有新兵入伍身亡 这名死亡的菜鸟兵 上周23号晚间和另外5人 因为吵闹被处罚 夜间进行军纪训练 没想到训练中却突然 运绝转送临近医院抢救 经过两天不幸身亡 같이 훈련을 받던 훈련병들이 숨진 훈련병의 상태가 이상하다고 보고했지만 지휘관이 이를 무시했다는 겁니다 인지를 했는데도 불구하고 实际确实不符合军中规矩 지휘관이 이를 받던 훈련을 받던 훈련 但仍然引发了 国际新一轮的示威抗议 挥舞巴勒斯坦国旗 抗议者遭哼甩在地住 目前罹难者攀升到45人 尤其被炸地区都是安全地带 以色列面临各方质疑 总理纳坦雅胡罕见坦诚错误 但以色列政府发言人 另一头还在合理化攻击行动 怪罪是哈马斯导致伤亡 现在连盟友美国也不开心 军事行动不只可能影响美国军援态度 欧洲领袖也谴责 西班牙 爱尔兰 挪威要求国际约束 以色列终结对加萨百姓的攻击 TVB新闻 也是好多人受伤 发生在中国大陆电视台的闯关游戏 节目单位还被指控 强行用闯关前签署的同意书 拒绝赔偿任何医药费 等于是霸王条款 主持人一声令下 参赛者开始奋力向前冲 还有观众在一旁加油呐喊 炒热现场气氛 近年来受到韩国综艺影响 让对岸这类闯关游戏开始大行其道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艺频道的快乐向前冲 设计了疯狂跑步机 翻滚积木 飞升扣篮 水上平衡木等关卡 激引不少网络直播主 运动员和健身爱好者报名 然而25号拍摄时 却发生多起意外 好几名参赛者失足摔伤 有人脚踝扭伤 有人落水骨折 结果送医治疗后要求制作单位赔偿 制作单位却回应 参赛者闯关前签署的同意书 都同意一旦发生意外 节目不会支付任何损失 参赛者抨击 这根本是霸王条款 山东近宁市京香县文旅局 也已介入调查 提供拍摄场地的阳山古镇 军事旅游景区表示 只提供场地撇清相关责任 制作单位有工作人员回应 节目拍摄时 都有医护人员随时待命 从未发生类似意外 接下来恐怕得进一步加强预防措施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而美股周一 因为震王降世纪念日收市一天 然而在假期过后 美股将出现重大变革 周二开始将会启动T加1 结算周期提高交易的效率 算过去 美股在交易上面采取的是 当天买当天卖的T加0模式 但结算周期却是T加2 也就是投资人在卖股票之后 要隔两天才能拿到钱 现在把结算改为T加1 投资人在交易后 第二个工作日就能取得现金 也就是说 美股将跟上了债券 选择权跟ETF的步伐 预料将可以大幅提升效率 而且降低股市波动 所带来的风险 不过在美国的速食店 倒是掀起了降价大战 即汉堡王跟温地汉堡之后 推出一大套餐 现在麦当劳也跟进 推出了只要5块美金的低价餐 但是这个时间短短只有一个月 到底能不能让顾客回流 还有待观察 一句话说出美国人的心声 曾经能够吃饱又便宜的速食连锁店 现在是吃了个寂寞 有民众抗议在Chick Fillet 花14美元相当于台币450 只买8块鸡块和柠檬汁 还有一杯星巴克咖啡 要卖7美元225台币 钱就像丢到水里去 当然还有很多美国民众 抗议吃不消的就是麦当劳 曾经是很多人的偏爱 但是美国麦当劳套餐 动辄破500台币 肉牌薄到连竞争对手 温地汉堡都开酸 请问牛肉去哪了 这真的让大家好难接受 以前素食能吃饱花少 现在快变成奢侈 为了挽救莱克亮 麦当劳决定加入低价厮杀 5美元套餐相当于台币161块 预计在6月底推出 只不过这一套 对手们早已打得激烈 不是5美元就是3美元 汉堡王和温地汉堡 时不时就推出超值餐冲销售 而且这一次汉堡王还硬是卡位 比麦当劳早推出 消费者难得可以捡便宜 当然开心 但是麦当劳这一波策略 能见效吗 还不一定 有麦当劳的前员工不看好 主要就是因为这5美元餐只推一个月 哪些店会配合 以及是否能够常态化供应 都还不明朗 在美国物价人高涨的时候 消费者直接感受到 去速食店的CP值大幅缩水 一份15到20美元 也就是台币四五百块的套餐 吃不饱还吃得不健康又贵 让更多人倾向自己住 事实上美国预估今年牛肉价格会涨3.3% 蛋价涨幅4.8% 糖和甜食类涨4.3% 逼得大家钻研省钱妙招 以往去超市是一站够足 现在要多跑好几个点 比价才卖 另外再加上最新出炉的四月指标 有几个食物品项都是降价的 像是奶蛋和鸡肉蔬果类 平均下降0.8% 苹果下降2.7% 猪肋牌降价2.3% 蛋价下跌7.3% 再加上正逢美国的阵王将士 纪念日假期 很多店家推出优惠 甚至连家电促销也跟风 但是专家就提醒要充买器 还得注意逐渐增加的 先买后付交易风险 美国现在平均每5名消费者中 有一人是使用先买后付 虽然标榜是没有利息 但是专家提醒要衡量自己的能力 避免沦为卡债族 TBBS新闻综合报道 而最近南韩首尔大家抢着开的 则是快闪电 而且地点都集中在年轻人很多的盛水洞 几乎是每个月都有活动 但是热闹归热闹去 因为马上盖好就马上拆 产生了大量的废弃物垃圾 爱轰这实在是不大环保 南韩首尔闹区一大早就人山人海 美风知名品牌或是偶像歌手 举办主题快闪电 就会出现类似场景 然而这些快闪电 带来人潮和前潮同时 也带来大量垃圾 午后促瞬生기는 팝업스토어 근방엔 이렇게 건축자재들이 쌓여 있습니다 근방 지어졌다가 허무는 팝업스토어의 성격상 철거 과정에서 나오는 폐기물들 역시 재활용이 어렵습니다 活动刚结束就产生堆积废弃物 民众看到也觉得不舒服 팝업스토어가 과연 장기적으로 유의미한 것인가 라는 생각을 한 적이 있었는데 너무 근시한적인 접근이지 않나 라는 생각이 더 크게 드는 것 같습니다 환경에 피해가 되지 않도록 좀 소규모로 지었으면 좋겠다는 바람도 있고요 무분별하게 주어지는 그런 팸플릿 같은 것들이 많이 줄었으면 좋겠다는 생각이 듭니다 近几年快闪电在首尔兴起 地点大都在年轻人聚集的渗水洞 几乎每个月都有活动 5月是南韩的家庭月 乐高吉姆 차전南韩儿童节 开快闪电吸引排队人潮 사전 예약은 일찌감치 마감됐고 입소문 속에 현장 대기까지 발생하며 하루 평균 1800명이 이곳을 찾고 있습니다 기계가 많이 들었으면 좋겠다는 생각이 듭니다 이렇게 팝업에 와서 해보니깐 옛날 생각도 나고 정말 재밌는 것 같아요 旗舰限定的快闪电 抓住南韩年轻人 爱打卡炫耀的心态 品牌轻易获得关注 却默示背后的環保議題 另一个引起浪费争议的是 K-pop 唱片 偶像团体专辑 隨即加入成员小卡 吸引粉丝多买几张 但最近发现 许多粉丝 拆开包装留下小卡 就把多买的专辑丢到垃圾桶 根据统计 南韩演艺企画公司 用于制作专辑的塑胶原料 从2017年的55.8吨 聚增到2022年的801.5吨 有粉丝意识到问题严重 带头敦促K-pop 产业 检讨改善 最近才传出 南韩团体SENVEN TEEN的鸡选集 被大量丢弃在日本色谷街头 还留下请自由拿取的字样 照片登上国际版面 让南韩网友纷纷议论 丢脸丢到国外 就看K-pop业界会不会因此改善 TBS新闻综合报道 好聚在南亚的孟加拉 印度则是遇上了气候灾难 周日开始他们受到今年第一个热带气旋的肆虐 强风暴雨带来了非常严重的灾情 至少有16个人死亡 300万人断电 而且还有近百万人被紧急撤离前往避难 湍急水流快要淹没孟加拉沿海村庄 印度小朋友试图抢救物品 差点被大浪卷走 强烈气旋雷马尔26号晚间 以每小时135公里的风速穿越孟加拉南部 以及印度西孟加拉邦地区 所到之处强风豪雨带来惨重灾情 尽管满地尼宁搜救人员仍紧急协助 孟加拉印度两国近百万人前往避难所 因为孟加拉已经传出至少有10人死亡 印度也有6人死亡 受到气候变迁影响 孟加拉与印度的低洼海岸 近年来受到严重侵袭 雷马尔是今年的第一个气旋 已经造成各地路数电线杆倒塌 印度有300栋建筑被移为平地 孟加拉则有300万人断电 孟加拉当局表示 预计风暴将向东北方移动 并逐渐减弱 不过孟加拉南部仍然会受到低气压影响 近日恐怕还有更多降雨 TVN新闻综合报道 发生天灾的还有中国大陆 华南连日强降雨 安徽多处市区道路被水淹没 还造成了一栋屋林大概是20几年的民宅地基塌陷 总共四死一伤的悲剧 另外在四川则是发生了规模5的地震 山区出现滚滚烟城 土石不断崩落 27号上午11点07分 四川梁山州牧里县爆发瑞士规模5地震 震源深度只有8公里 这也是近年来震感最强烈的一次 当地居民描述地震当时出现巨大声响 房子晃了大约20几秒 学校师生赶紧疏散 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历经地震的房子没垮 反倒是远在安徽同龄市的这栋民宅 27号下午1点多却无预警坍塌 居民有5人失联 年龄最大的80几岁 晚上8点22分左右 发现了一名被困人员 目前已经送到医院来进行抢救 这场意外导致4人死亡 1人受伤 专家研判可能是因为安徽连日强降雨 掏空民宅地基所导致 受到暴雨影响 这几天安徽合肥不少市区道路都被水淹没 车辆灭顶 灾情相当惨重 大陆华南地区暴雨没完没了 广西玉林火车站严重淹水 电幅梯成了大型瀑布 湖南少阳也因为暴雨导致河水暴沿至道路 多辆汽车被大水冲走 大陆中央气象台警告 本周南方还有两轮强降雨接连来袭 提醒民众小心防范 TV 别新闻综合报导 而近期中国大陆在台海周边的军演也引发了美方关注 而上周五中美官员的视讯会议也提到了台海问题 美国国务院表示上周五双方举行视讯会议 是先前在北京举行首轮海洋事务磋商的后续会议 双方讨论到南海跟东海局势 也问到了其他海事相关问题 美国表示他们很关注中国大陆危险而且破坏稳定的行为 恐怕会干扰其他国家在公海航行的自由 并且重申美国对盟友的承诺 同时也提到了维持台海稳并的和平重要性 并对解放军在台湾周边举行联合军演表示相当的关注 好 所以台海局势充满不确定性 因此总统赖清德在上任后的第一个端午节落军行程前往了花莲 这是距离上周共军围台军演最近的线市 总统特别送上了南部纵要感谢国军的辛劳 总统赖清德短午节训免官兵行程 第一个选择地点到花莲 来这里陆军因为第一线真是辛苦 尤其上周共军对台演习 演习区域是意图上距离花莲 最近其余敌火威胁下人能灵活运用 陆军展示腰动五流炮一个炮班 继人组成炮操药请训练 依据准则完成战斗支援速度标准为19分钟 目前部队训练可于12分钟内完成整备 这也是平时训练的成果 总统今天来市岛的这个花莲陆军营区 其实距离之前被评估为可能是共军登陆的海滩之一 仅只有300公尺 面对共军的威胁陆军炮班展现能迅速应变 和装备的高火力和高机动性 只是天宫不作美原定户外的炮操改室内 雷雨清洗全台媒体搭413栋一度更被请下军机 总统专机起飞时间也delay半小时 但未落官兵右锦于是趋缓后紧急飞奔花莲 过去这段时间因应中国军演 大家都辛苦了 谢谢你们 大家都在24小时轮班待命 执行空中巡逻任务 除了视察海军海风大队雄风飞弹车 总统也与空军第五联队共进午餐 更带来小小心意 再过不久就是端午节 今天我们特别准备了肉粽 来慰劳大家 保家卫国没有假期 正因为国军弟兄姐妹坚守岗位 国人才能够安心过节 上任后的第一个落军行程总统到前线续免 要展现深知国军的辛劳 TVBS新闻林明慧 刘婷婷 花联报道 而在立法院呢 今天续审国会改革相关法案 有望在今天完成三读 尽管今天审议的15条法案都是民进党提出 但民进党认为法案内容没有实质讨论 程序不完备 因此依旧祭出了暗海战术杯葛一诗 是省国会改革相关法案28号这一天 朝野不比拳头比谁的口号喊得响 只是民进党要求的点名表决依旧败证 针对是否采用点名表决 我们现在进行举手表决 但这结果民进党立委早预期 所以人手一知己名善 不过蓝英帆基石绿营自己不要表决起表决 这个同意书国民党党团民众党党团已经签署 民进党的委员只要自律不会上台攻击院长 我们都可以回到座位上面用表决器表决卡来做表决 我们认为这是鳄鱼的眼泪 这是猫哭耗子假慈悲 蓝白联手他们要的扩权内容法案都已经被举手表决通过了 现在大家回到座位上乖乖的使用表决器 但朝野耶设意见相同的时候 原来剩下的15条法案都是民进党自己提的再修正动议 不予增定 蓝白对此也没意见 只是绿营人坚持没讨论程序不完备 继续暗海战术拖延表决时间 预计一案花20分钟 届时所有法案要三读也得到晚上 而在议程开始前朝野零星冲突不少 发言谈能不能放标语蓝绿一度将持不下 还有邱颖颖因再生医疗法杠上陈玉珍 令邱颖颖更爆料 手上有份来自交给国台办的报告 指国民党现在强推法案完全照着对岸指示走 这就是国民党在发动的政变 拜托国民党拿出你们的良心好不好 绿营的指控国民党没有特别反应 倒是韩国瑜者登高一呼众人 反应热烈 今天是我们吴思雅委员过生日 我们掌声跟他祝生日快乐 好 一场内蓝绿白对决 一场外呢也依旧是闹哄哄的 顶着大日有非常多公民团体 以青岛行动为号召在立法院外头集结 而公民团体也强调他们跟民进党没有关系 国内改改法案立平三读通过 即便在28号上午立院外头 于是从没停过的民众依旧穿上雨衣 坚持走向街头 就怕立院里头听不到抗议群众高喊口号 就算下着大雨仍旧准时报道 不会怕下雨啦 在家里也带不下气啦 起床的时候听到雨声满大的时候 是有点觉得 但是一想到过来一起喊口号 就马上会有憧憬 雨衣雨伞统统带上 要一路待到晚上 专注聆听来宾助讲 从程序正义一路骂到大陆国家主席 不过前一天行政院长左荣泰就呼吁群众冷静 别在立院外面群聚 但他们似乎没停进去 谢谢左荣泰 谢谢他这么的为我们着想 希望我们不要淋雨 但是为了我们的民主 我还是必须得来 清早这个意涵对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们也想要跟左院长说明说 在场都是公民朋友自发性的前来 那跟民进党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强调跟绿营没有关系 但就支持国会改革的团体 指控民进党立委黄杰等人 偷走表决卡到北柬暗铃 暗铃告发这个不会告谁 黄杰 凡云杰 邱云云他到底 我们准备罢免 扬言策动罢免民进党立委 就算正反两边人数相去甚远 台北报道 拥有十四座法网冠军的西班牙蛮牛 纳达尔今年回归法网 没有想到首轮就输给了德国的第四种子 这也是他生涯第一次在法网首轮就出局收场 伯纳达尔提到对于这样的结果 他的内心很平静 西班牙红土之王纳达尔在法网首轮对上世界排名第四的德国网球好手资维列夫 这一球反手排出界 资维列夫成功淘汰纳达尔 3比6 6比7 3比6直落3 纳达尔生涯首度在法网第一轮就出局 其实近年来纳达尔被受伤势折磨 目前世界排名已跌到275名 这次也是他头一回以非总指选手的身份参加法网 纳达尔与资维列夫成交手10次 纳达尔以7胜3负占上风 没想到这次确输得这么惨 不少人认为37岁的纳达尔逐渐力不从心 可能今年就会退休 这一刻特别感兴趣 因为我认为这是Rafael Nadal的最后舞蹈 我认为这次资维列夫的最后舞蹈 对于退休传言 纳达尔表示现在身体逐渐好转 但是未来很难说 拥有西班牙蛮牛称号的纳达尔 过去法网战集辉煌 除了参赛18次夺下14座冠军之外 还创下112胜3负的神话记录 而在大满贯首轮出局的情况 纳达尔生涯只遇过两次 分别是2013年的温网与2016年的奥网 由于赛城太过接近 为了避免旧伤影响 纳达尔恐怕会放弃出赛 参加温网 全力以赴 直拼巴黎奥运 TV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另外这画面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是韩国女星润娥12号现身砍城影展 结果呢就遭到一名保镖伸手阻挡 疑似还催促她赶快离开 引发粉丝炮轰这难道是种族歧视吗 穿着一袭粉色平口礼服 韩国女星润娥举止优雅 19号现身砍城影展 瞬间成为全场焦点 但是这一幕却意外引起粉丝怒火 踏上阶梯准备前往会场 还不忘回头看向粉丝 没想到润娥充分举动 竟然遭到现场女保镖阻止 不得伸手示意她赶紧进入会场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润娥发现保镖伸手驱赶 当下也是相当错愕 但还是控制住表情 露出笑容挥挥手 然后快步走进会场 而现场不是只有一位明星被这样对待 美国歌手凯利罗兰 也在红毯上遭保全驱赶 且几乎快碰触到身体 让她相当愤怒 一名乌克兰名模 还被现场人员抱着侵入内场 另外还有多米妮家女星 甚至插点和现场人员爆发冲突 对比白人女星现身 周围几乎净空的画面 落差非常大 虽然砍尘影展已经落幕 但随着影片流出 有色人种遭歧视的话题 又再度被拿出来讨论 TVB的新闻的红昌审市综合报导 再来看基隆的国门广场 海洋广场上个周末 举办了摇滚演唱会 怎么蟒蛇也来听歌呢 观众席是传来了尖叫声 因为有人举起一大只金黄色的缅甸蟒 不少人吓得惊慌失措 还好是没有进一步的引发踩踏意外 摇滚音乐节大咖歌手乐团 音乐一首结一首 舞台底下挤满观众跟随节奏摇摆 戏份相当火热 群众当中却传来尖叫声 一条粗大金黄色还带有斑纹的蟒蛇 被好几人高高举起 伴随音乐上下起伏 就像在跳海带舞 融入人群当中参与度极高 有人趁机摸一下 有人吓得惊慌失措 怎么蛇也来听演唱会 上周末基隆市政府在国门广场 海洋广场举办摇滚音乐节 万人前来听免费演唱会 天气好气愤家 大家都沉浸在音乐世界里 好一阵子才有人发现 一条蟒蛇出现在观众群当中 对方声称他携带的是宠物蛇 那后续男子也已经离开 并没有对现场活动造成影响 蟒蛇也跟着听音乐 他是一只缅甸蟒 是世界上最巨型的蛇类之一 身长可达7公尺 体重可达121公斤 跟一般蛇类一样属于肉食性 因为容易饲养 是相当受欢迎的宠物 中央可能未来会进一步 去规划这些特殊宠物的管理方式 那以现行的法规而言 动保法第20条是指攻击性的全知 蟒蛇并不算攻击性宠物 但是带他出门 还是人挤人的营业会 万一引起踩踏意外受伤 四族就会被依动保法裁处 如果蟒蛇太紧张攻击民众 四族则会涉及涉违法 家中宠物就是四族的行甘宝贝 想带他一起听演唱会 还是要考虑地点 会不会让他还有其他人受到惊吓 第一遍新闻刘欣葵 蔡新鱼基隆采访报导 而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 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 针对穿戴装置 现在有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研发 像是可以像钢铁人一样 在空中飞翔的喷射装置 或是能让人多出 四只手臂的机器人背包 赋予穿戴科技更多的可能性 看起来就像科幻电影里的疯狂博士 多伦多大学教授曼恩 70年代就开始打造传戴式装置 号称传戴科技教父 他眼里的世界也跟一般人的想象很不一样 像这样易于常人的穿戴装置 并不是特例 除了把一般我们生活中常用的穿戴配件 融入科技 一些能够赋予人类超能力的穿戴装置 也开始启发更多的想象 戴上防护装备 还有喷射背包等装置 像钢铁人一样的飞行梦想 就这样跟着直冲天际 在都外举行首届喷射背包飞行赛 虽然看起来很超现实 但业者详调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比赛 更是在凸显人类的操纵能力 除了飞上天 穿戴装置还能帮忙完成三头六臂的梦想 东京大学的道剑教授推出自在化身体的概念 透过穿戴装置 要让人类有更多的可能性 目前多出的四肢手臂 还不能帮忙进行日常事物 但灵活的动作 已经可以在艺术当中人机合一 对于这多出来的四肢手臂 不只是期待能发挥艺术作用 更多填马行空的想法或许也能实现 东大教授期待人机合一 在机械手臂方面还没实现 但在瑞典却已经能让手臂跟机器完美运作 利用微晶片植入让科技不只是要靠穿戴作为媒介 而是真正融为一体 虽然只是在瑞典进行小规模的测试 但已经有望改变 而您还有在使用3G手机吗? NCC跟电信三雄宣布 6月30号开始将会关闭3G网络 所以提醒还在使用3G网络的用户要赶紧更换SIM卡或是旧的机型 否则可能连紧急电话到时候都没办法拨打 老板我这3G手机要升级 你也跟这位民众一样还在使用3G网络的手机吗?要注意了 今年6月30号3G网络将会关闭 提醒家中有长辈的民众该帮手机做见见了 最近还有不少民众收到这封简讯 通知3G网络即将关闭 NCC也拍摄宣导片用长辈图当梗 提醒用户检查手机和SIM卡 看看是否可以支援4G网络传送语音功能 如果手机比较旧一旦关闭3G网络恐怕连紧急电话都没有办法打 之后会变成是没有办法收讯号 110或19那种12那个都没有办法做拨打了 NCC补充未来无论上网或语音通话 包含紧急电话都必须透过4G 5G网络三大电信业者 也趁势推出优惠抢工商机 真话电信推出4G月角搭配购机方案 月租费最低149元 台湾大哥大优惠换机方案 最低月租费也是149元 另外推出更换SIM卡的优惠还可以减免300元 原传电信则是推出了精选用户续约 可以带走0元手机 SIM卡老旧或者是不支援4G语音的用户 可以免费更换 旧的3G手机回收还可以折500块 之前系统对于3G转成4G的用户 早期几乎都已经转换完毕了 现在4G有比较低次费的方案 可以供3G的使用者做使用 家里总是有不换手机的节俭长辈 这次终于有理由帮他们更换 顺便搭上这波优惠顺风车 TB圈来从陈吉君 卢维新台中报道 当然我们辛苦工作 无非就是希望在退休之后 可以过着稳定的生活 偏偏受到的通膨影响 老保财务危机 老年病痛照护跟诈骗猖獗 也让30到50岁的青壮年 他们正处于防骗防病防虫的三防世代 而立保的是老后三本 想让他想骗的不敢骗 已经骗的会被抓 骗到手的没得花 新政府上任一周百端待举 打炸为何成了隔魁竹龙泰 口中的首要目标 根据警政机关统计 台湾去年一整年的诈骗案件 高达3.7万件 发生数的前三名 又以假投资的1.17万 数量最多比例最高 而其中又以50岁以上的人口 损失最为惨重 为了老年防病防穷 如今又要防骗 也让现在的青壮年 深陷三防世代 诈骗话术多不胜数 也防不胜防 犯罪防治学者认为 法规虽有不及之处 问题仍然在于人性弱点 我觉得如果你听到保证获益这四个字的话 你二话不说掉头就走 不要理他 因为世界上没有保证获利这样的商品 除了定存 当不孝分子 近期甚至盯上了不甘受骗的民众 打算二度下手 让利率经非习笔的定存 找回第二春 原因如同政府近年力推的安养信托 透过机制锁住资产 同时替退休金提前布局 退休三支住基本上就是一个三支脚概念 那就是在政府的部分 因为我们以前靠去社会保险 那现在高龄化社会 少子化 这个高龄化 让整个这个未来的劳保 整个基金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财务危机 劳保才会破产 劳退不会破产 劳退跟劳保 基本上是路一样的概念 一个是社会保险 一个是雇主退休金 那我们一直在鼓励大家应该要自提 单以劳保局统计 劳工平均勤领年金的数额 已经低于现行台北市的最低生活费 一万九千多元 在通膨等总体经济局势快速变化之下 民众过去认知的退休三支住 政府年金 企业退休金 和个人理财储蓄三者的比例 正面临调整 学者进一步逆风举例 假设一位现年三十岁 月薪三万的劳动人口 愿意采取自提百分之六 以劳退基金投资报酬率百分之五计算 六十五岁退休时 每个月将比从不自提的人 多领近一万元 相关的概念 近期在民间协会 发起的退休讲座传递之下 开始被接受 而劳退自选 观念要兴起 还是得仰赖政府机制 新加坡他们透过民营市场商品 可以挑到比较好的 这种金融市场商品 能够来帮助大家 不要就是自己选错 或者是说可能也没有税负优惠 然后也不愿意提拨 这个部分就是希望政府能够 特别是已经520之后 我们新上任政府 能够在劳保财务永续 或者是退休基金的整个 储备基金 或者是准备金 甚至报酬率的提升上 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改革 尽可能超前部署 其因民众的估算开支 大多只考量了健康余命 为福部的资料更显示 国人失能握病在床的期间 仍在7到8年的高水位 长照金流又是一笔支出 但是对于小资族来说 规划后半生和眼下的 三餐温饱相比实在太遥远 最晚是不要超过40岁以后 我们是觉得是说 你看退休之后可能还25年 你一定要在退休前25年 或更长 你才会有比较低的储蓄的 这个成本的问题 劳碌工作大半辈子 为的都是以后 可以只做自己想做的事 在政府完善相关政策之前 深斗小民可以做的 就是提前任势退休 同时保持忧患意识 体育野新闻 蔡明逊丽娅南业玉腐 台北道 我们先插播最新消息是 美国联合航空一架从 芝加哥欧海尔机场出发的 空中巴士A320客机 在跑道上准备起飞时 引擎突然起火 还有机长的反应相当快速 立刻决定停飞 最后机场148名乘客 跟5名机组人员全数顺利逃生 而且无人受伤 不过欧海尔机场 因为这起事故 一度是关闭跑道 这是最新消息 而在高雄三明区 有两间平价面店 用铜板价就可以吃到饱 馄饨汤有6颗馄饨 一碗20元 大碗干面40元 更是已经30年没有调涨 两家店都没有招牌 靠着客人互相的口耳相传 每到用餐时段 人炒满满 洋葱放进锅里爆香 大火快炒 锅气十足 虾仁炒饭满满一大盘 一大碗麻酱面 可以分成三小碗 分量超足 满满一桌有滷味 干面 还有炒饭和馄饨汤 这样200元有找 仔细一看 价位表上炒饭 炒面都60元 烫青菜和馄饨汤 则是同半价20元 而且每一颗都很大颗 馄饨汤才有这么小吧 偶像我买都买20元到这么小 他们都会推薦我说 你要涨价 你这没有赚钱 我说没关系 就这样做就好了 这间开在高雄三明区的 三十年老店 只有老板和老板娘两个人经营 平日周一到周五营业 是附近学生 和许多体力活的工人 都会慕名而来 修骨头 做纸碗回修 对 老爸对你们比较有报复 已经很多人都一直在改 我没有改 坚持这个价钱 对 我不需要改价 因为大家都很辛苦 贪不钱 对啦 对 万物接壮的年代 同样是评价美食的 还有这间 藏身在高雄三明区的无名面店 滷到入味的小菜 客人一夹就是好几样 我一尝到这个 葱花跟葱花 有什么 有什么咖喱的吗 有咖喱的 热腾腾上桌的干面 搅拌均匀 一口接一口 菜单上小碗的面卖25元 汤类均一价 小碗20元 大碗的30元 佛心价格分量又多 在中午时段吸引了大批人潮 面串的饭都蛮便宜的 一直涨价 所以只能挑更便宜的吃这样 两间位于高雄三明区的面店 在物价高的时代 主打经济优惠 没有招牌 只靠口耳相传 TBS新闻赵立林一邦 许克城 徐玉敦高雄报道 封面报道 全台都有降雨 南台湾出现大雷雨 国内规模最大的增稳水库 截至今天早上11点为止 累积雨量已经来到118毫米 相信交给徐玉敦 封面通过 从今天清晨开始 全台都有明显降雨 南台湾大雨不断 也为南部的水库增加水量 包括增稳 乌山头水库 还有供应民生用水的南化水库 也有不少雨量进账 而增稳水库到早上11点为止 上游已经累积下了118毫米的雨量 今天是从去年9月10号过后 经过了260多天 终于单日雨量再度超过100毫米 至于南化水库 累积降雨量也超过108毫米 目前正好是水稻耕做的抽水期 农民用水需求很大 这波降雨 除了可以减少水库供应负担之外 也能够增加水库蓄水量 对南部稳定供水更有帮助 不过能带来多少进水效益 水利鼠还在估算当中